弟兄姐妹平安 非常高兴又回到我们ANS来聚会 今天我们来跟你们分享的也是 要讲一个题目叫做 怎么样跟谁到底 怎么样跟谁到底 那今天这个题目是很特别的 叫做试问跟谁到底 试问跟谁到底到底是什么意思 为什么我们题目这么特别呢 因为主耶稣跟门徒在一起 的最后一个晚上 发生了很多的事 其中有一段 是耶稣跟门徒在一起的时候 他们问他问题 然后他回答 一共有四个人问问题 耶稣回答了那四个问题 这四个问题记载在 约翰福音第36章 13章36节到14章31节 这四个都是有关 如何跟谁到底的问题 就是问耶稣说 我们怎么样可以跟到底 这个是很奇妙的 因为他们并不知道 那天晚上是最后一个晚上 可是耶稣最近一个礼拜 一直在讲说 我快要走了 我要去死了 然后你们呢 要好好的活着 你们要彼此相爱 你们不要争论 然后保罗替他们洗脚 就跟他们说 我对你们这样 将来你们要对别人也这样 耶稣讲的一些很奇怪的话 所以到了最后一个晚上 就谈起这个议题 谈起这个议题 他们就在讲说 那怎么样可以跟到底呢 因为如果你现在就是底了 那我怎么样可以跟到底 弟兄姐妹 在许多的退休会 下令会 甚至是你在外面参加 各种的conference里面 有的时候会有这样子的一段时间 或者你在学校上课的时候 或者是在学校里面的 这个presentation的时候 都会有个Q&A的时间 对吗 有一次我被邀请去 评两个人的博士论文 但我就跟他说 我没有博士 怎么好评论你们的博士论文呢 他说 因为他们把那个博士论文 送给我看嘛 看了以后我看完了 我就说太难了 我看不懂这样 但是我是说 但是我有几个问题 他说我们把这个书 不知道发给了 这个博士论文 不知道发给了多少人 没有人看得懂 没关系 可是他们连问题都提不出来 你知道吗 他说你是唯一能提出问题的人 所以我们请你来参加 而且你就你的问题 现场问 我们回答 因为问题问不出来 就都看不懂嘛 那你问题问得出来 还表示你稍微懂 只是抓不到重点嘛 所以我就去 我就评他们两个的 不是评 他叫我去评 我说我哪里可以评 我就是问你 那你给我回答说 为什么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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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然我问的问题呢 有一点他们也是 有点招架不住嘛 因为本来就是 问问题就是 就是会找到一些漏洞嘛 所以问题解答是很重要的 为什么需要问题解答呢 因为speaker 他们讲的内容 有的时候完全 听众不完全明白 有的时候听众 因着讲员 所讲的这个主题 而产生 衍生了另外一些问题 所以用Q&A来 解决这个疑惑呢 是很好的 而且Q&A 就能澄清 讲员讲的 跟我所理解的差距 有多大 对吗 好 所以我可以告诉你 从圣经的整个的 记录下来 这就是最后的Q&A时间 因为Q&A时间结束之后 耶稣就走了 耶稣就说走吧 我们去 离开这里了 后来他们就去 克西玛林园了 在那边祷告完了 耶稣从克西玛林园 出来就被抓了 对吗 所以这就是最后的 他们对话 耶稣在地上三年半 带领他的门徒 到了最后一个晚上 我们也发现 有这样子的状态 就是门徒 接二连三地 把他们心里 最关切的问题提出来 希望耶稣解决 他们的疑惑 你知道我很年轻 就信耶稣 有的时候 当时看这些圣经 都不太懂 就是问这个问题 是什么意思啊 就是需要问这个问题吗 后来才知道 小孩子五六岁 本来就不需要知道 有些问题 对吗 你三十几岁 才需要知道 为什么人跟人之间 会这么harsh 会造成别人 这么大的压力 小时候不了解夫妻 为什么需要吵架 对不对 那不就没事吗 结了婚之后吵不吵 不吵 假的啦 骗我的 我不相信 哪里有夫妻不吵的 对不对 那必须要有一部分 有一个人全然放弃 那这样婚姻也不保 是不是 那到老的时候 才会问很多的问题啊 年轻人哪里想到死的 死的问题呢 因为年轻人 永远觉得自己不会死啊 当然也有老的人 永远觉得不会 觉得自己永远不会死啦 所以有些问题是 你时候到了才明白 我后来才明白 这几个问题非常重要 从这段的圣经 我们发现过去这些门徒 在跟随主的道路的地方 有很多不明白的 虽然主耶稣透过言论行为 已经把所要讲的尽然 尽可能都讲清楚了 但是还有很多的问题 他们不能历时明白 所以就在最后一个晚上 那其实他们并不知道 那是最后一个晚上 耶稣就听了门徒 一直向他问问题 是因为门徒觉得 你一直说你要离开 你要离开 那你离开是要去哪里呢 所以陆陆续续提出 他们所关心的问题 而这些问题 都是绕着一个主题而转的 那就是跟随到底 所以我要告诉所有的弟兄姐妹 无论你信主多少年了 是刚刚信主 正要报名受洗 或者你已经信主几十年 像我这样 我信主五十四年了 五十四年了 我们都有一些问题 需要明白 明白 那这些问题就是 怎么样跟随到底 怎么样跟随到底 我相信我们基督主 在今天也有一样的问题 因为相信耶稣是基督 是神的儿子 接受祂做我们的救主 其实并不难对不对 不难 有的人是理智上很难 可是你知道 这东西一想通就不难 如果你承认你是一个 不完全的人 难道你不承认吗 那如果你不承认 就是死鸭子嘴硬 你完全吗 不完全吗 那离开不完全 面对不完全 那你就是 不够嘛 对不对 那如果圣经上把它定义成罪 那就是罪啦 而且我常常讲 圣经上的罪也还蛮客气的 佛教的罪还更深 对不对 当然基督教也有时候 看见妇女动一念 就是与她犯监淫的 这个跟佛教有点差不多啦 可是佛教是想要杀人 就不可以了 他们不仅想要杀人 他们连杀蚊子都不行 那比我们更严格的 所以这个所谓的不足这个东西呢 是我们只要稍微诚实一点 很难不信耶稣 听得懂吗 我们只要稍微敏感一点 你一定会信耶稣 我们有哪一个人 有罪不想解决的 我们哪一个人知道 耶稣基督愿意拯救我们 愿意赐给我们平安喜乐 愿意保守我们地上的生活 我们不愿意接受 他做我们个人的救主呢 我想这都不是问题 可是随着我们信主 越来越久之后 我们就知道 我们的信仰绝对不只是这样 说我一祷告就有钱 那个是你初初会很高兴的 一祷告就有钱 你初初会有高兴的 一祷告身体就好 你初初会很高兴的 我告诉你 你稍微脑筋再用一点点 你不会怕这个神吗 你听得懂吗 他这么有本事 你一祷告他钱就给你 你一祷告他 你病就得医治 所以我觉得今天有些人 基督教的信仰走在这一个偏锋 真是很可怕 因为不是只有神可以这样做 你听得懂吗 只要能够移动金钱的 移动名誉的 移动财产的 甚至动用不同势力的 不一定要上帝也能做这件事 所以今天我们的问题是 我真的相信了这位上帝 这一位上帝 我能跟谁到底呢 我知道在我们当中讲这个道 与你们有一点点为难 但是不是很为难 我知道这种道在别人当中 很难讲 你知道吗 因为他们的根基不是神 但你们知道 我们所相信的神 不是那个你一祷告 他就会听的神 如果是这样的话 你还真的不要信 够恐怖 哪里有这种事 你稍微摸摸良心 你也知道很多祷告 是不应该的 对不对 我最近的光州 一开始我们建立教会的时候 他就跟我说 李长老要建立教会 可不可以去买一个彩券 一买 我一毛钱都真的不要 那我们就买来盖堂好不好 我说不好 他说我不是贪心 我一毛钱都不要 我说不好 他问我为什么 我跟他说 如果上帝可以 我们这样祷告 就给我们这么多钱 我们就去盖一个礼拜堂 够用 你没有任何的邪念 我问你有没有不好 有没有不好 有没有不好 我告诉你 当然有 当然有 就是你祷告就成就 我今天听太多人了 基督教讲 主啊 我祷告 你成就 我宣告某某人并会好 你宣告个什么 你是谁啊 你怎么可以宣告那个人好 那个人没有好 谁要负责 我们所信仰的神 如果是这种 我们一宣告 他就要做的话 你千万别信他 他就是阿拉丁的神灯 而且三个之后 你就没有了 因此 我们的信仰不是这样 后来光多就跟我说 李哥 我想不出来 这是什么问题 我说那我问你一个问题 如果我们一祷告 你都没有坏心 都没有恶意 都没有自私 都没有私心 都没有别的目的 只是单纯想建立一个礼拜堂 让我们大家来聚会 让我一祷告 神就给我们一个礼拜堂 可以不可以 可以不可以 我告诉你 可以 但没有任何好处 你这里常常 怎么会没有任何好处呢 因为 现场所得到的东西 跟以后才能产生的果效 你要想 你要想 那我问你 如果我们就在这个地方 下个礼拜来的时候 这边所有的房子 所有的下面的银行 旁边的几栋都不见了 有一个礼拜堂 叫做ANS礼拜堂 好还不好 好还不好吗 怎么会不好呢 现场当然是好嘛 对不对 你先不管那些人 跑到哪里去了 上帝自然能安排 让他过很好的生活 而且他们不会回来 找我们的麻烦 这样好不好 我一定要 我一定要你们在信仰上面 对不起 我拿个药 要你们在信仰上面 非常的精确 不然你老了会很辛苦 我告诉你 你老了会很辛苦 因为你的观念的错误 会导致你将来 就是很辛苦的 很辛苦的 我告诉你 不好 不好的缘故是 当我们变成这样之后 别的教会的人 会不会来问我们说 你们教会怎么了 他会不会 不会啊 你当人家都是傻瓜 他就问 林娘堂的来问了 101的来问了 所有人都来问了 哇 你们花多少钱 建立起来这个教堂啊 怎么说 要诚实说嘛 对不对 怎么来的 祷告来的嘛 假设 人家都不嫉妒 有可能吗 没有 人家都不效法 可能吗 不可能嘛 你们的脑筋这样不行 一点都不像 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 如果我们这样祷告 神给我们一个 Ans礼拜堂 就是这附近几栋 全部都拆掉 那边不要太远 直到文华 就好了 就这样 不要太远 这边再过去 也不要太远 到复兴南路就好了 这边到敦化南路 不要再超过 跟大巨蛋摇摇相对 只要我们一出来 大巨蛋就变成 微巨蛋 听得懂吗 你觉得好不好 我告诉你 你不想就会认为好 你一想就认为不好 所有人会来问 台湾的来问 美国来问 说你们教堂哪里来的 你怎么说 祷告来的 那他们回去 祷告不祷告 那会不会发生 答案就是会 也有不会嘛 对不对 会有会的麻烦 不会有不会的麻烦 对不对 可是那都不是我们的事 我们只管我们 ANS的事 那我问你 会不会骄傲 这个有把握了吧 我们祷告来的 对不对 那什么为巨蛋 这个才叫做巨蛋 对不对 而且这是上帝的蛋 你不骄傲才怪呢 而且你如果这样来一次 然后我们当中有人生病了 像我这样 你猜我 有没有为我自己身体祷告 每天啊 那我祷告后越来越严重 我怎么说 你都不听我祷告啊 我不是教你们吗 我们祷告 神一定垂听 垂听而成就 我们就要 感谢神 我们祷告 神一定垂听 垂听不成就 我们就要 我们教会 每一个人都知道这个事情 对吗 我生病 我当天祷告 我每天祷告啊 我儿子女儿 问我 你说 你好一点没有 你不要去讲道 可以不可以 你可不可以这样 你可不可以那样 我告诉各位 我们的上帝 是把所有事情都弄好的 都想好的 我们如果这样祷告 就来了一个这个东西 就来了一个这个东西 对我们有百害 而无一利 那我问你 盖完了之后 需不需要缴税的 都不需要缴税啊 你当中华民国 台湾是什么东西啊 你都不需要 向政府缴税的吗 所以你不想 就很喜欢这样祷告 一天到晚宣告这个 宣告那个 这有什么好处啊 好 那我就问光州 第二个问题是 就不要那么夸张 对不对 李章岛 你都讲那种夸张 我不讲夸张的 我们就一祷告 这个房东就把 这个房子送给我们了 这还可以嘛 对不对 就房子送给我们 这个就比较那个嘛 那我问你 一祷告 神就把房子送给我们了 那这样也不能太小 对不对 就这样就太小了嘛 对不对 那就把送半栋好了 好不好 半栋 半栋还可以嘛 是不是 我问你 如果我们一祷告 神就送半栋 神有这个心意 如果是这样 我不如说 我们来祷告 求神把这个半栋 给我们 我们把钱拿出来买 听得懂我的意思吗 后来也买下来了 也买下来了 那个差距是什么 第一个是 那个是百分之百神做的 这个是我们参与一起做的 你觉得哪一个比较好 听得懂吗 所以重点不在那件事情的结果 重点是在那个过程 否则神要 盖 会墓 就不用叫百姓捐 那些材料 对不对 而且还要他们拿出 工匠的本事来 把它盖起来 因此我希望你们的信仰 你们的信仰要非常的扎实 做老板 好好做老板 对你的员工一定要好 做别人的 这个属下的 一定要尽心竭力 我告诉各位 我自己给你们做榜样 我在服侍主的时候 从不偷懒 从不偷懒 你们我相不相信神呢 太相信神了 我仍然昨天晚上 一个字一个字弄 我仍然 我没有因为我要生病啊什么 一个字一个字弄 这些都是我自己写的讲章 我为什么要这样做 因为这个就是我们做一个人 真正相信神的表现 真正相信神 没有一直想走撇步 知道吗 真正相信神就是 神啊你照我 我向你 耶稣说 我父做事到如今 我也做事 他有没有说 那他都要做事了 我们怎么不做事啊 整天宣告的 整天宣告的 我请各位都要为白小猪祷告 那是我们的姐妹 她现在在医院里面 我已经登记到 我要去看她了 我每天为她祷告 就像当时答应慧荣一样 我答应 玉辉 祷告 我每天为玉辉祷告 那你不 你不啰嗦吗 神烦不烦啊 没有 那是我的本分 我答应为谁祷告 我就是为谁祷告 然后神为主 祂要做的事情 神要做的事情 不是我们 不是我们能想象的 不是我们能想象的 因为这个缘故 因此我们的信仰 其实是这样 我告诉你 这个信仰就不会容易 不会容易 如果这个信仰 是那种一祷告就成就 一祷告就成就 我告诉你 你真的不要信 我求求你 你搞清楚一点点 你要是没脑筋就算 你稍有脑筋 你拿有一祷告就成就 一祷告就成就 那不就你就是神吗 你是神 还拿一个人垫 你知道吗 那就是公司是你的 拿别人做 董事长人头嘛 对不对 那这种信仰就不要了 我们的信仰 是我们真相信 这位上帝 我们在他里面 因为这个缘故 我们的问题是 上帝是这样 那我们怎么样 可以跟随到底 我们真的能跟随到底呢 到底吗 我们的困难是 我怎么做才能够跟随到底 在跟随到底的路上 有没有什么值得 我注意的事情呢 以及在跟随的路上 我们应该有什么样的表现 这些我们所关心的问题 在耶稣被抓的那一个晚上 门徒就替我们问出来了 就替我们问出来了 圣经把它留下来 是让我们参考 我们今天早上来看 这几个问题 我今天只讲一半 因为我要听Brian的话 我讲一半 下一半我就下 下礼拜会讲 所以你要来 本来也可以下个礼拜讲 不过让我喘一口气 下下礼拜讲 下礼拜光周会来跟你们讲 约拿 那条鱼要来了 好 门徒的第一个问题是 我们能否跟随到底 我们能否跟随到底 主耶稣在约翰福音 第十三章三十三节 前半段 曾经说 你们念一下 让我休息一下 预备 请 这是耶稣在那段时间 讲的一句话 因为他今天晚上就被抓了 他说 后来你们要找我 但我所去的地方 你们不能到 意思就是说 你们找不到我 对吧 我去了那个地方 你们来找我 你们不能到那个地方 所以你们找不到我 那个时候 请记得 没有手机 也没有电话 所以呢 找不到 找不到 当彼得听到这个问题的时候 说 你们要来找我 我所去的地方 你们不能到 问题是三年半 你在什么地方 我们就在什么地方啊 西门彼得就问一句话说 说 主往哪里去 这下面一段 他就说 主往哪里去 西门彼得问耶稣说 主往哪里去 主往哪里去 他问这句话的意思是 你到底要去什么地方啊 什么地方是我们不能去的呢 所以耶稣跟彼得 就有下面这一段的对话 在对话当中 门徒就是以彼得为首的 所关心的 所讨论的 以及耶稣引导他们讨论的 都是要帮助这些门徒 确定他们能够跟随到底 他们能够跟随到底 在当时 耶稣被抓 在当时 耶稣被抓 被审判 你知道他最后定罪的罪名 是以罗马帝国的叛国罪 定在十字架上的 你刚刚信耶稣的时候 你以为耶稣是被犹太人弄死的 不是 耶稣在法律上是被 罗马帝国的法律 用叛国罪定死的 而真正的原因是因为你用我的罪 那是隐藏的原因 犹太人中的祭司长文师 跟法利塞人 一直以来就想消灭耶稣一党的人 所以耶稣在最后一个晚上 被抓之前 要防止一件事情 就是怕他们灰心 就要极力帮助他们 就跟他们说 暂时的 注意听啊 暂时眼见的不顺利 不是终极的 听得懂吗 所以你真的不要害怕 你这辈子不是很有钱 那只是个过程 你说那我要一直到死之前都没有钱呢 那还是过程 所以为什么说不要怕生病呢 我也不希望生病 对吗 可是那个生病也是个过程 因为那只是个中间的过程 我们的辛苦 我们的难过 那只是个过程 因为最后会有一个结果出来 那个结果在将来 所以我常常讲这样的一句话 我说 我常常讲那句话 我说我赌 最后一天见到上帝的时候 一切都会明白 结果有一个很有名的 也是很有见识的一个 神学的 也是基督徒 就是说我赌金生 后来 我就 微微地回答一句 金生倒不一定 听得懂吗 金生倒不一定 但永恒里面 一定会看到所有的结果 所有的结果 就当时的局势 门徒所在的那个局势而已 耶稣不被 耶稣是一个不被接纳的领袖 这些门徒不见容于罗马帝国 他们更不被传统的 犹太信仰所接受 当耶稣被抓 钉十字架 受死埋葬 甚至复活升天 之后 门徒所会面对最大的难处 会在于 犹太人跟罗马帝国的人 都要追杀他 因为耶稣复活这件事情 是不可能的事 可是耶稣的身体是不见了 所以这就会造成他们的困扰 那最大的困难 他们就会被抓 他们就会被审问 他们能不能够撑到底 亲爱的弟兄姐妹 对我们今天也有类似的问题 就是 我们到底跟随主 能不能跟到底 你说问题是 我们现在没有逼迫 对啊 台湾现在没有逼迫 大陆在文革的时候 有逼迫 有一个弟兄 年轻 爱主 我认识他以后 他就跟我说 他说 李长老 你要在欧洲想做什么 有困难来找我 因为很年轻 他四十多岁 我就想说 你能帮助我什么 第一 你又人不在欧洲 有一天我在跟他聊天的时候 在打电话的时候 我就跟他说 欧洲原来有一个房子 我们在使用的 现在人家房间 房子要收回了 那他就跟我说 他说好 他说你要怎么样的房子 我就说我要一个十几个房间的一个房子 你一个大的别墅 也给Airbnb也行 十几个房间 他就跟我说 他说 李长老你去找 你要在哪里 我说在巴塞罗那 他说你去找 找好一点的 十几个房间的 你找完了打电话给我 那我说多少钱呢 他说钱不是个限制 他说要你喜欢的 你喜欢的 我就说好 可是你知道 这个是 这种promise是一个 很抽象的 没有编的东西 你要怎么样 你找个四十万欧元的 会不会太多 你听得懂吗 那你要是找两百万欧元的 可以不可以呢 那我不是为了说 要钱多钱少 我只是说怎么办 他就说李长老 你钱就尽量不要管 你就说你想要 你看到这个满亿的 后来我看了 两三个满亿的 其中有一个是 快要盖好的 九十万 但是他还没盖好 另外一个是 已经别人用了很多年的 在海岸第一线 然后两百万这样子 那他就飞过来看 他看完他就跟我说 好 买两百万这个 那我说怎么买呢 他说我一个人买 我在巴塞罗那设立公司 然后我就把钱汇进来 然后就买 买了以后呢 就是我的名下 然后你们就用 就这样子 然后进去还跟我说 要装冷气 要装什么 我说巴塞罗那不需要冷气 他说李长老 你不了解 这个是 19年的事情 他说你不了解 他说这个 气温的问题 会产生很大的变化 到时候巴塞罗那 就会需要冷气 我说不会啦 他说不是 你不要搬进来 再来弄 你先弄 我就心里想说这个人想太多 后来现在发现真的需要冷气了 对吗 这个最有眼见 然后他就说我买 那我就跟他说真的还假的 我说 要贷款吗 还是我们需要做什么 他说不用 他说我一个人搞定 我去设立一个公司 买下来之后呢 就给你们用就好了 我说真的还假的 后来我就知道他的背景 原来他的外公 是在中国大陆 文化大革命的时候 被斗死的 文化大革命被斗死的 他就立志说 他如果觉得有感动 是一个传道人要做的事情 他觉得他的外公 没有做到的事情 传服人没有做到的事情 他要帮他外公做到 这样听得懂吗 问题是我们台湾 并没有这么严酷的环境 是不是 所以我们怎么会不跟随到底呢 亲爱的弟兄姐妹 我们不会因为困境而不跟随到底 我们的最大的问题 可能是我们环境太好了 跟不到底 或者我们世俗的观念影响了我们 我们跟不到底 也有可能是我们的软弱罪恶 拖累了我们 我们跟不到底 跟不到底 因此当门徒问他 能不能跟到底的时候 对我们今天的信徒 也有一样的问题 就是我怎么样能够跟随到底 有抓到重点吗 当时他们的背景 他们的难处 我们今天的背景 有没有难处 没有难处啊 你好可爱啊 任何环境 任何人都有 不跟随到底的理由跟条件 问题是你要知道那是什么 从耶稣和门徒的对话当中 我们看出来 耶稣相信他们 耶稣相信他们 认为他们一定能跟随到底 我们来读约翰福音第13章 36到38节 我们来读啊 你们要好好读啊 准备 Q&A 谁会问第一个问题呢 就是莽撞的人 对不对 急躁的人 是不是 就是心里一有的 就不经过思想 就直接问的人 彼得就是第一名 他第一个提出问题了 所以我们对于 以我们对于彼得的认识呢 他是一个冲动的人 他是一个乐观的人 他是一个主动的人 但是这一种人是 最容易灰心的 听得懂吗 冷静的人不容易灰心 因为他起来就慢 你知道吗 他下去也慢 但冲动的人 乐观的人 主动的人 他容易起来 可是他灰心很快 通常这种人 很快提出问题 很快会有反应 很快下决定 可是他也是 第一个会灰心的人 他所提出的问题是 你到哪里去啊 所以你不觉得 这个脑筋的太简单 对不对 耶稣说 我去的地方 你们不能去 他就说 那你要去哪里啊 因为他有一颗 注意听啊 他有一颗 很愿意跟随的 他的意思是说 你去哪里 你讲啊 上海 那就一般飞机嘛 对不对 美国哪个城市嘛 你就说了 我就跟就神 他的意思是说 你往哪里去 我也往哪里去 注意听啊 你往哪里去 我也往哪里去 这是彼得的内心想法嘛 对不对 所以你要去哪里嘛 弟兄姐妹 这是我们跟随主的 第一个条件 注意听啊 这是我们跟随主的 第一个条件 第一个条件 就是我们要有一个 愿意的心 我们要有一个 愿意的心 我们能不能够 跟随到底 的第一步是 我要有个愿意的心 我要 我要 就是我们要有个愿意的心 亲爱弟兄姐妹 如果我们想跟随到底 第一个要的就是 彼得的心 彼得的心就是 我愿意 你只要告诉我去哪里 我去就好了 很多时候我们信了主 我们也说要跟随主 那是因为我们 以为我们明白了 我们以为我们接受了 但事实上并不是如此 不是如此 我们以为我们明白了 其实神很难明白 我们以为我们接受了 其实神很难接受 但我们就是单纯的说 我明白了 我接受了 所以我就跟随 其实要跟随 到底要有像彼得 这个一样的愿意的心 愿意就是我要 就是我要 他为了表明 主耶稣说 这个地方你们不能到 彼得就说 没有不能到的地方 你就告诉我 你在哪里就好了 顶多就是一班车 一趟飞机 一趟火车 再一个taxi就到了 是不是 你先告诉我地点在哪里 我就去 你知道讲这样子话的人 实在是不知道天高地厚 是不是 可是虽然不知道天高地厚 可是你却看出彼得有一个 愿意的心 今天请记住 每一个人 我要你们每一个人 要有一个什么心 愿意的心 从耶稣的问的问题 跟彼得的回应 就是我愿意 我愿意 那耶稣到底要去哪里呢 耶稣到底要去哪里呢 他说好 我所去的地方 你现在不能去 在三十六节 后来却要跟我去 他说我所去的地方 你现在不能跟我去 后来却要跟我去 我所去的地方 你现在不能跟我去 为什么呢 因为他要去的地方 有两个 在地上是指上十字架 在天上是指回到父的家中 他有两个地方要去 耶稣 第一个要上十字架 耶稣说 第一个十字架 你上不去 因为要有人盯你 所以你去不了 第二个到天上去 那个我还没预备好 所以你去不了 所以跟你讲也没有用 这样 但是我问你 后来彼得都去了没有 后来他也被钉十字架了 对不对 后来天上地方预备好了 他也去了 所以耶稣说 有些地方 有个地方是 你现在不能跟我去 你将来要去 所以当西门彼得问耶稣说 主往哪里去的时候 耶稣就回答他说 我所去的地方 你现在不能跟我去 后来却要跟我去 耶稣的意思就是说 你终究会去的 但是你现在不能历史去 彼得没有搞得很清楚 他以为主所说的地方 在地上 所以你看彼得真是很可爱 我年轻的时候 不太喜欢彼得 你知道吗 因为我觉得彼得 茫茫壮壮的 搞不清楚状况 消效 你稍微认真一点吗 你稍微像我这样 读一点法律脑筋很清楚吗 你怎么会这么消效呢 可是我年纪越大 我就越发觉 彼得真是可爱 他就是单纯 他常听到耶稣说 那个地方不能去 他就跟主说 主啊 我为什么现在 重点在那边 我为什么现在不能跟你去 这样吧 我跟你表明 我就是现在要跟你 你把我头砍了 我都跟你 这够意思了吧 够意思吧 可是耶稣说 你愿意为我舍命吗 我实在在告诉你 计较一些 你要三次不认我 我们自己实在 很被彼得的话所感动 我自己啦 我不知道你会不会 我很被彼得的话感动 他说 我现在为什么不能跟你去 我愿意为你舍命 他说 我有什么地方不能去的 我知道你是现在 犹太人要抓的对象 犹太人甚至要杀你 所以他要杀你呢 我也愿意被他杀 因为耶稣前面一直说 他会被杀 被神问 被处死 所以彼得产生了一个 强烈的意愿说 什么地方我不能去 什么状况我不能面对 我是你的门徒 我就是为你舍命也愿意 亲爱的弟兄姐妹 这就是我们的belief 就是我们的信仰 其实有的时候 我们并不是不认识 我们的信仰 我们并不是不知道 我们的信仰的内容 只是我们不够冲动 听得懂吗 我希望今天 你能产生冲动的心 虽然我们做不到 可是我们要说 你无论在什么 我也要去 我们不肯为真理付出代价 我们不肯为真理而死 我在服侍主的路上 越老 对于某些事就越坚持 比如说爱人 我就越坚持 有的时候很多人都问我 甚至连邱华都问我 说你一定需要这样吗 你一定需要这样吗 我如果有一个人 跟我闹翻了 我们两个有共同的朋友 假如有一个朋友 跟他闹翻了 我们两个有共同的朋友 我会让这个朋友 让我们共同的朋友 去跟他在一起 不用跟我在一起 因为他很为难 你知道吗 要跟他在一起 就不能跟我在一起 因为我们两个有仇 这样 我就跟他说 你去跟他在一起 那个来找我的人 就跟我说 李长老 你为什么会这样做 我就跟他说 I'm OK 因为他可能朋友比我少 我朋友多 所以你去跟他做朋友 我跟你讲 我是讲结果 我这不是我的心机 是结果 请问那他愿意跟我做朋友 还是愿意跟他做朋友呢 有没有听懂我的问题 我这个不是心机 我是真的说 你去跟他做朋友 暂时我们不要来往 可是你猜最后 这个人会做谁的朋友 亲爱的弟兄姐妹 我们的信仰是需要坚持的 我们一直要抓 可是上帝说 你放手的才是你的 你抓住的不是你的 但我们为什么要抓呢 就是我们对我们的信仰 不够理解 我们对我们的信仰 不够理解 我们要为我们的信仰 付出代价 就是时间的代价 心情的代价 看不到结果的代价 这就是我们本来该做的事 我们这个只是 还给上帝而已 今天早上吃饭的时候 我们两个还在那边聊天 我就说 有的时候我们 有的时候我们对神的好 或者按照神的旨意 我们对人好 我们就觉得 我们对神好 神要对我们更好 我们对人好 神要报答我们 听得懂吗 我说那这样有什么意义呢 这不对了嘛 本来是 你先付给我钱 然后我才把东西卖给你嘛 对不对 比如这样子 要是对价的关系 对不对 那我还是说 我把东西都给你的 你还会不会给我钱 你有没有搞错啊 他已经付上了代价 现在你是付上去代价而已啊 所以我们对于我们的信仰 不够理解 我们总觉得我们对神好 我们表现好 谁要对我们更好 不是 他已经对我们最好了 还要再怎么样更好啊 因为这个缘故 我们对于爱主 跟随主 有没有跟到底的心 我们有没有意愿说 我要跟到底 弟兄姐妹 当我们相信主耶稣基督之后 如果我们碰到难处 我们就说 主啊你怎么可以这样 那就表示我们跟随主 是基于利益关系 相对关系 对价关系 我因为相信你 你要对我很好 至于哪个没有相信你的人 他怕病 改死 至于我生病 没有你不可以对我这样 你知道很多人信仰到这个地步 我真的觉得 不是我们的信仰 但是在这边 彼得让我们看到一件事情 当我们相信了耶稣基督 当他相信他是要跟随的时候 要下一个结讯说 我要跟随到底 我要跟随到底 当然 我们也知道跟随到底 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因为耶稣也跟他说 我所去的地方 你们不能去 一个上十字架 一个回到父那里去 虽然在往后的日子 他们可以去 但他们 现在不能去 那 无论如何 彼得这个强烈的意愿 是我们要有的 从这个 从这个强烈的意愿 我们能不能跟随到底 的这件事情 我们是 每一个人都要有的 所以 我还是 要你们记住这个东西 我们能不能跟随到底 第一 我们要有一个 我希望我们所有的 ANS的弟兄姐妹 就是这个 有个愿意的心 你先把这个抓住 我们才到第二 对不对 因为没有第一 就没有第二 听得懂吗 没有人不盖一楼 先盖二楼 都盖不起来 因为没有柱子 是不是 那一个一个来 对不对 第二 但是你说 我愿意了 我愿意了 彼得这么强烈的意愿 是我们所要的 从这一段 能否跟随到底 还有一件事情 我们需要知道 那就是 明白主会接纳 我们的 软弱 那这是 并行的 第一 我有个愿意的心 可是 可是 如果你没有个愿意的心 没有下一步 可是 那我有一个愿意的心 做不到 怎么办呢 没问题 明白主会接纳 我们的软弱 我们要知道 跟随到底的路上 我们常常会有软弱 很多基督徒以为 甚至很多牧者 教导我们要得胜 我年轻的时候 最会讲得胜的道了 我现在常常要告诉你们 的确我们要得胜 圣经上 在许多地方 也是这样提醒我们 但是我们不可忽略的是 在我们跟随的道路上面 我们常常会有软弱 I repeat 在我们一生 跟随主的道路上面 我们常常会有 记住了 会有软弱 我们需要知道 我们会软弱 保罗也说 我常夸自己的软弱 为什么我们必须知道 自己有软弱呢 因为如果不知道 我们会软弱 我们就高估了自己 我们高估了自己 然后等到 你一旦发现 你软弱的时候 有两个方式面对 因为你高估你自己 你不会软弱 所以你一旦软弱 犯罪 失败 就有两个可能性 第一个 我们很失望 我们很痛苦 当然了 大部分人是怪神了 对不对 我们的怪神 那就不要讲了 那就是等而下之 就怪自己 说我软弱了 我软弱了 我灰心了 软弱灰心到最后会失望 失望到最后会什么 会绝望 绝望就怎么样 放弃了 但是如果你确定 你会软弱 你知道会软弱 你知道会软弱 你知道软弱是你 一定会有的状况 你就对自己的期望 没有到一个 不应该到的高度 对吗 软弱了呢 正常嘛 正常嘛 你说 会不会给自己 开太多的道路啊 我见过太多的传道人 不许他的弟兄姐妹软弱 也不许自己软弱 你知道结果是什么吗 结果就是另外一种 就变成法利赛人 其实软弱了 装的不软弱 骗到后来都觉得 自己真的没有软弱 其实他是在软弱的 听懂吗 两种 因为如果你觉得说 我不会软弱 有两个 第一个 你软弱了 失败了 跌倒了 失望了 就绝望 就不要这个信仰了 太多了 就从这个信仰离开 另外一种就是 是传道人比较多了 就装着嘛 就在装嘛 在装嘛 最后外面一个人 里面一个人 就分开了 所以他看起来没有软弱啊 但是他是软弱的啊 这两个都不对 为什么我这样讲 我讲第一个 最近不是小猪生病了吗 我们教会的白小猪 你们 他生病 你有没有吓一跳 我很少看到这么积极 这么爱主 这么热心 这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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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做所有的事情 你知道吗 他整天笑咪咪的 然后做这么多的事情 他为什么会得这个病啊 然后我们所有人 担心的钥匙 欲会生病了 也是啊 我们当中还有很多人 会生病啊 是你不爱主 所以你生病啊 不是啊 那我们就说 靠主刚强 宣告医治 我可以说 我要好好祷告 求主医治他 但是你不要宣告 宣告是神的事 如果神告诉你 祂一定会好起来 你就宣告 那如果没有好起来 两个可能性 第一个你听错了 第二个你听错了 第二个你自告奋勇宣告 谁说你可以自告奋勇宣告的 你从圣经里面找出来 说你可以自告奋勇宣告 的经文来证明 你可以自告奋勇宣告 不是啊 可是当我问你 小猪这样 玉辉这样 我们当中有些人这样 我年轻的时候就说 靠主刚强 我现在不是 我不是说靠主刚强 我现在会说 我真的很难过 而且我也很软弱 教会这么多人有病 我怎么办 我真的很软弱 我就祷告 我承认我会软弱 我问你 事业成功的时候 你会不会很高兴 会不会很有盼望 疫情之后 我告诉你 几家欢乐 几家愁 对吗 那如果你是欢乐的那一家 你会软弱吗 不会啊 你怎么会软弱呢 你赚到了 那我问你 那如果你是很不幸的 你是属于那个疫情之后 你被不小心弄掉的 那谁知道Uber疫情大发呢 听得懂吗 那谁知道店面疫情之后 会衰弱呢 谁知道呢 疫情没来 没有人知道啊 那如果你正好是不好的那一群 失去的那一群呢 你说我不软弱 我没钱我也不软弱 那是你刚强 要是我 我一定软弱 如果你不软弱 有两个可能性 第一个你硬的 第二个当然也有可能 你真的是 那你这样的话 我就深感谢主 但那个比例不太高 所以我们会软弱 我们会软弱 否则约伯的打击 不就太大了吗 听得懂吗 如果约伯都会软弱 我们谁能不软弱呢 所以约伯都软弱了 我们都知道那个打击 我们不软弱 是因为打击不够大 这样明白了没有 如果换句话说 当你打击够大的时候 你就一定软弱 因为这个缘故 我们要明白 主会接纳我们的软弱 第一 我们能不能跟随到底 我们要有一个 愿意的心 第二 马上下来 这是非常逻辑的 第二 我们要明白 主会接纳我们的 弟兄姐妹 主会接纳我们的软弱 我敢跟你说 主会接纳我们的软弱 这不是我什么宣告不宣告 圣经讲讲得很清楚 为什么这样呢 我来看那个经文 不要被我弄到哪里去了 OK 彼得跟主说 我现在为什么不能跟你去呢 我愿意为你舍命 这个豪情壮志的表示 表现了他有一颗 愿意跟随的心 可是随后耶稣说 你愿意为我舍命吗 我实在地告诉你 计较一些 你要三次不认我 这对彼得是个很大的打击 彼得这一厢情愿的热情 愿意 连我们都要效法他了 对不对 没想到耶稣叫一盆冷水 彼得怎么可能不认识主 不认主 弟兄姐妹 他不是向来身先是主吗 他不是向来一马当先吗 他不是为了主 什么事都敢做吗 你如果去研究彼得 彼得真的是不怕死 他什么都敢做 最明显的就是 因为我们不在船上 所以我们不了解了 你们坐过船会不会晕船 有一次我记得我们1990年 几个弟兄带了我们的家庭 我们去夏威夷玩 那也是教会当时的同工去玩 我们听说老外玩的一个东西 我们就跟人家去玩 你知道老外玩的东西我们玩不起 我先跟你讲 结果我们就玩 叫做魔鬼船 它就是一个橡皮艇 用了非常高速的推进器 是一种水上活动 很大的一个橡皮艇 然后它好像是说十几个人 不到二十个坐上去 那别人就告诉我们说要去买那个手套 麻布的手套 这样 我们就不知道 还有很多的那个玩过的人写的那个资料 我去买麻布的手套 我们就来了 那个时候有栗子出 我啊什么 李静渊啊什么 我们几个人 我们就带了麻布手套去 就去 那女生的没有一个人要去 谁要去 因为她说要五个小时 要五个小时 然后坐那个橡皮艇 在那个 那女孩子怎么啃呢 风吹雨淋 我们这个又咪咪咪 白泡泡 一天到晚敷着面膜的 脸还拿去晒太阳 有够笨的 那我们男的就说去 一去之后 有点吓一跳 那就坐下来 唯一可以扶的地方是 橡皮艇上面绑的粗麻绳 你听得懂吗 所以你坐下去 你是坐在橡皮艇的 那个凸出来的部分 就外面的部分 然后你就只能抓着 那一个麻绳 结果它一开 起先还好 它开到后来 高速开 然后碰到浪 它就这样降上去 然后降下来 对不对 我们以为就十分钟 结果开了两个小时 我跟你讲 多少次 我们都说想把手放掉 弹出去就好了 不是因为不知道 什么时候会到 然后你就问 那个开艇的那个人 他早就知道 你们这些都是 就是对了肉脚 他早就知道 你们这些人 根本就是没办法的 他就 他就跟我们说 快到了 转个弯就到了 转了十几个弯 都没有到 他就沿着那个 然后我们就戴了 那个麻布的手套 我们就这样抓着 你知道吗 可是问题是 你一上去的时候 你是不是整个人飞开来 对不对 然后你屁股也离开来 那个麻绳就离开来了 对不对 然后坐下就是 然后那个手就这样子 打在那个橡皮顶上面 你知道还好 我们戴了橡皮手套 保护住 有一个小孩子 我看他七八岁而已 他妈妈带着他 上去又下来 上去 那小孩子脸都变了 后来这里都流血 那是海里 你听得懂吗 没有海 我们的手都痛到不行 对不对 然后你还一上来 又打下去 一上来又打下去 他都流血了 一句都没有叫 我跟你讲 我们不是老外 你听得懂吗 我们不是老外 所以我们坐那个船 那船一坐 你头就晕了 他们没有的 那当时因为我们四个大男人 戴了一个青少年 那青少年 我们都戴了手套 我们就觉得 也不能输 光州也在 顺治也在 洪昌也在 亨达也在 他输狼无输丁 怎么可以输呢 对不对 他就 全身都要散掉了一样 回来的时候 我们觉得小孩子很可怜 就是说 我们就捐两只手套给他 因为我们五个人 有十个手套 我们就捐给他 那我们 五个人就用八个手套 轮流用这样 你知道那小孩子怎么说吗 谢谢 我没事 又这样子回来 跟你讲 我们跟老外真的不一样 不能跟他比 我们常常过于高估自己 我们以为我们能够胜过试探 我们以为我们能够胜过罪恶 我们以为我们能够不回心 不胆怯 我们以为我们能够不受引诱 我可以告诉你 你要么在色方面会跌倒 你要么在钱方面会跌倒 你要么在鸣方面会跌倒 你要么在拳上面会跌倒 我们不要高估自己 当然很多时候我们高估自己 不是有意的 不是有意的 我们还真以为我们能做到的 那个事我们实在不知道有多难 听得懂吗 你知道那件事情对我印象非常深刻 那个小孩子怎么可能这样 你知道 他就看着他的妈妈 他妈妈让他自己做决定 他妈说 也可以接受啊 你知道那孩子看着他妈妈 然后说 I'm fine 不容易啊 你不要看人家 阿公我没跌跌 看人挑担不吃力 自己挑担压断 所以在跟随主的道路上面 一方面我们确定 我们一定会跟随到底 就是因为我们有一颗 愿意的心 但同时我们要知道 我们是一个会软弱 有软弱 常软弱的人 但是这句话的后面 就是一定要知道 主会接纳我们的软弱 因为如果主不接纳我们的软弱 我们就不敢软弱 对吗 但是主会接纳我们的软弱 我来解释主会接纳我们的软弱 因为他知道我们会失败 因为他知道我们会跌倒 他知道我们会软弱 但是他会接纳我们 事实上就在几个小时之后 彼得果然三次否认主了 对不对 他还否认得 理直气壮 说我不认识他 我不认识他 我不是他们一伙的 或许我们读圣经的时候会说 彼得怎么那么没有用 几个小时前还说 就是死我也愿意 怎么就在 这个时候就不要了呢 当时主耶稣跟他讲 当时主耶稣就跟他说了 你愿意为我舍命吗 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 鸡叫以前 你要三次不认我 很多人读到这段圣经 就是耶稣吐槽他 其实不是 你如果读清楚了 耶稣不是吐槽他 耶稣跟他说 鸡叫以前 你要三次不认我 当事实证明人 遇到难处的时候 我们就会退后 我们就会软弱 耶稣是先指出来 你会软弱 鸡叫以前 你会三次不认我 耶稣是要让彼得知道 我已经知道你会软弱 如果耶稣不接纳他 他根本不用跟他讲这些话 耶稣是先告诉他 你会这样 你会软弱 所以当彼得三次不认主 听到鸡叫以后 耶稣看了彼得一眼 这有两个解读 如果负面解读 就是说 See 对不对 你嚣张吧 我不是跟你说了吗 你会三次不认我 这是大部分的人的解释 我不同意 我不同意 如果这样的话 耶稣不是我所认识的 你纵贯耶稣 所有的生命 我相信耶稣 那个不是个责备的眼神 所以我早就知道了 我告诉你 你还要说要为我舍命 我实在告诉你 鸡叫以前 你要三次不认我 你看 我相信耶稣不是这样 我告诉你 我年轻的时候 不仅那样解释 我也这样做 我常常告诉弟兄姐妹 说这样 他说没有 我一定做得到 我说你做不到的 他说我做得到 后来他做不到 我就说你看吧 我早就跟你说 你做不到红仓 他还在那边给我 搞得一副很厉害的样子 学乖了没有 学乖了 可是我觉得耶稣不是这样 耶稣不会像我这么坏的 我觉得耶稣那个眼神 是一个 我早就知道了 我也告诉你 我早就认识你了 我是接纳你的 我先告诉你 你会这样 结果你做了 我就跟他说 没有问题 我早就接纳你了 所以我们能不能够跟随到底 第一 我们要有一个愿意的心 第二 我们需要明白 主会接纳我们的软弱 我们才能够一直跟随下去 听得懂吗 所以起起伏伏 起起伏伏 是很正常的 任何国家 任何公司 如果他是慢慢的 起起伏伏的成长起来 任何个人 如果他的生命的成长 是慢慢慢慢起起伏伏的成长起来 他是稳定的 那种一下子三年 这次疫情 大家有没有发现 当然也有很多几百年的公司倒闭 但都是那种突然起来的公司 有没有 因为他支撑度不够 他整个的系统没有完整 所以下来来说 都是一下就下掉的 我们也是一样 跌跌撞撞 然后一直跌跌起来 然后一直改变 反正你一帆风筝起来的 很难 大家最近都在谈NVIDIA 对不对 大家都以为说 他突然弄起来 没有 他是三十年的 大家都是台积电怎么样 台积电是几十年的 人家以前的股票都是这样的 你听得懂吗 那个是最后这样 你不能以最后这样说 哇这个公司怎么 人家以前打了几十年的功夫 你怎么都不算 我们的生命也是这样 因为这个缘故 第一我们要有个愿意的心 第二个 我们要能够接纳 我们要明白 主会接纳我们的软弱 第三 结束了 相信主已经为我们预备永生 这个叫做盼望 那你软弱久了 你会觉得那怎么会一直软弱 阿博比安娜 对不对 怎么办呢 就一直在软弱 那怎么样 怎么样办 所以在十三章的后面 刚刚念完的那一段 之后 就来了这一段 十四章一到三节 我们来念 我们来念 第十四章一到三节 预备 请 好吧 我把当场的情况讲一下 因为我中间跳出去的时候 彼得软弱了 对不对 其实那是以后的事情 当耶稣跟彼得说 你愿意为我舍命吗 我实在告诉你 基教以前你要三次不认我 然后彼得就撒在那边了 说怎么可能 然后其他的门徒也说 什么地方那么危险 怎么会就变成这样呢 以后耶稣讲这句话 他说 你心里不要忧愁 你们信主也当信我 在我父的家里 我有许多的住处 若是没有 我早就告诉你们了 你要相信我有计划的 我去是为你们预备地方 所以那个地方 你们去不了 是现在还没盖好 我用一般话讲了 当然已经预备好了 我只是说 用我们现在话讲 我去为你们预备地方 我若去为你们预备的地方 就必再来接你们到那里去 我在哪里 叫你们也在那里 换句话说 耶稣也给他们一个promise 他的promise是什么呢 就是耶稣会为我们预备永生 你们都不是阿们的 耶稣会为我们预备永生 阿们 耶稣为我们预备永生 已经预备了 已经预备了 就是彼得当时 耶稣也已经替他预备了 只是他还不能去 你这样听得懂吗 就是房子已经盖好了 可是你现在还不能去 因为你在地上 还有很多的工作要做 我前不久去跟一个 有钱的人募款 我不常跟人家募款 可是我如果开口募款 的数字都比较大 我不跟人家募款的 我办神学院 我很少跟人家讲 几乎就是按比例 我就是没有跟人家讲 要说你捐款 你们在这边应该很少 我要你们向欧华捐款 对不对 我应该很少吧 但是你不要等我去找到你 因为我的数字都比较大一点 我前不久有一个人要奉献 我就跟他要了一块地 要了一块地 他就把那块地给我 我跟你们说过了 后来他就跟我说 李章老你拿到这块地 那你要盖的房子多大 我就跟他说 我不是画图画给你看了吗 他说到那个房子要多少钱 那边有个很大的一种大楼 我说要八百万美金 差不多一千万 我就这样讲 一千万美金 这样子 连预备launch的钱 全部放进去 一千万美金 他就说那你钱从哪里来呢 我就看着他的眼睛说 我钱从你这里来 他吓一跳你知道吗 他在捐了一块地 然后他问我钱从哪里来盖房子 我说我钱从哪里 他看着我吓一跳 他说你讲真的还讲假的 我讲真的啊 我是真的 后来他就说 一千万很贵耶 我说对 我说最低 minimum 八百万 这样 美金不是台币 他看着我 我说 我现在跟你说 我希望你奉献这笔钱 他看着我 有点惊讶 然后 可是大概 我想大概十几秒吧 他就愣在那个地方 他就说好 我出四百万 我一半你一半 我说好 dear 那一半我另外找人 这四百万你出 后来就写了一个memo 跟人家讲完话 要写memo你知道吗 律师对不对 这样才拿得到那个东西 就应该立刻写 写了以后我就发出来 发出来叫我女儿改 因为女儿改不要钱 知道吗 他就帮我改 改了 他就跟我写写写 我就MOU就写好了 写我就给他 我就给他看 然后他就跟我说 要签吗 我说要签 我去当他的面 我签我的名 我找一个见证人签名 然后我就说你签 他就看着我就拿笔赚签 四百万美金 四百万美金 然后我跟他讲一句话 我说某某人 这四百万现在直接去了 你在天上的存款 这样明白我的意思吗 因为你这四百万 直接去了天上 因为我没有用到你的钱 我没有用到你的钱 这个钱你是给上帝的 我为了这个房子 我还要来住到这边 把这个房子盖起来 不是我盖 我会请蔡红昌去盖 不是我去盖 但是我要把整个人力 都要弄起来 盖房子 不是那个空房子有用 是盖完了你怎么用 我跟那个人说 我说这四百万 已经进了天上的仓库 进了天上的银行 而且是你的 当然这只是个比喻 这样听得懂吗 主已经为我们预备了永生 那已经预备好了 所以人家问我说 李长老怎么样怎么样 在讲房子的事情 我说我天上已经 预备了一栋房子 如果我去得了的话 那个房子就是我的 亲爱的弟兄姐妹 如何能跟谁到底 第一我们要有一个 第二我们要相信 主会接纳我们的 第三我们相信 主已经为我们预备了 所以第一个 就是要有一个愿意的心 第二个你要知道说 你会起起伏伏的 第三个非常肯定的盼望是 主已经为我们预备了 永生是一个住处 永生不是生命永远无限的意思 永生是一个住处 是一个住的地方 我请问你 那个住的地方是什么 我没有说 注意听 我没有说 那个住的地方在哪里 我不是这样讲 对不对 我说那个住的地方是什么 答对了 我们才下课 那个住的地方是什么 是耶稣 对吧 那个住的地方 他说我与你同在 你与我同在 所以那个永生就是耶稣基督 永生就是耶稣基督 因为在基督里 我们与神同在 对吗 所以你讲那个永生是神 也没错 那个永生是基督 也是没错 所以我们从现在 就在永生的里面 可是将来我们会摆脱这个身体 给我们一个新的身体 那个时候我们就在永生的里面 就是永远与神同在 这样清楚了没有 清楚了 所以我们怎么可以跟随到底呢 第一个我们要有一个 愿意的心 第二个我们相信 即使我们愿意 我们在地上还常常会 可是神会 接纳我们的软弱 第三 当我们这样慢慢往前走的时候 有一个将来的状态 现在就已经有一种形子 有一个外形在了 将来我们会全部进到什么里面 永生里面 永生就是神于我们 它不是一个地点 听得懂吗 他说我在天上为你们预备地方 预备好了 我就再来接你们到那个地方去住 那个接我们到那个地方去住的 那个地方就是 就是耶稣 这样够清楚了吧 我告诉你 这个信仰就非常clear 很清楚 很清楚 我没有说 所以在地上你都可以很穷 我没这个意思 尽量赚钱 我没有说你在地上 你不可以祷告求神医治你 你要祷告求神医治你 可是你不是要叫神做一个 祂不要做的事 因为我告诉你 你叫不动祂 你叫不动祂 就会有人来帮忙 听得懂吗 你叫不动祂 就会有人来帮忙 有人 我就不要解释了好吗 所以你不要去碰那些属灵的东西 不要找那些东西 你就相信我这样好好的服事 我祷告 神就这样做 好 我们结束了 我说要讲短一点 又讲长了 讲到便当都冷了 我们请起立 我们来祷告 天父 真的是 我相信你要透过这篇信息 让我们知道如何跟随到底 主啊 我们能不能跟随到底 主啊 谢谢你 我知道透过这些信息 我们当中的弟兄姐妹 都已经像彼得一样 有一个愿意的心 主啊 不仅有个愿意的心 当彼得那天 讲出了一个 人来看夸大的话 我们事后解读起来 都是他的性格的真帅表现 就是他说 我怎么可能不跟你去呢 为你死我都愿意啊 主啊 我们谢谢你 因为你说 因为你说 虽然当时他不必去 后来他也要去 而在但去与不去的中间 他会软弱 他会失败 他甚至否认了耶稣基督 可是你完全接纳彼得的软弱 我们感谢你 我们也会软弱 但是我们相信你会恩待我们 最后我们相信你 你早已经为我们预备了永生 我们或早去或晚去 我们在基督里 相信你为我们预备了 预备了住处 谢谢主听我们祷告 我们现在要分散愿主 耶稣基督的恩惠 天父上帝的慈爱 圣灵的感动 交通安慰 鼓励提醒 责备 与我们众弟兄姐妹同在 从今直到永永远远 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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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们